今天我们教大家如何辨别重大事故车 大家好 我是南宁座手车的钢仔 今天我们教大家如何辨别重大事故车 首先我们打开机盖 看一下机盖的螺丝有没有进行过扭动 如果机盖螺丝没有进行过扭动 OK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机盖的偏条 看一下 摸一下 原厂的话它是比较油润的 油软的这种胶条 好 下一步我们就看一下整个车的水扇光架 还有螺旁架 这些螺丝有没有扭动过 还有这些叶子板有没有进行过修复 如果有过修复 证明它有过泵状 如果没有 OK 大家就可以从这里看一下 前面的凉头螺丝有没有进行过扭动 有没有凉头有没有修复 没有的话就OK 再从这里很多车 很多车都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防撞梁 大家可以看防撞梁 如果防撞梁没有进行过修复或更换和横迹的话 拆细的横迹的话 OK 证明这个车前面没有没有发生过重大碰撞 再看一下后面 后面呢大家也是先打开机后尾箱之后 看一下后尾箱的螺丝有没有进行过扭动 OK 都是圆板的 如果没有扭动的话证明是圆板的尾杆 看一下在圆厂的尾杆后面也都会有个成像吧 OK 再看一下两边的焊点是原厂的 原厂的焊点 有没有进行过修复 没有的话 OK 可以把 往后面看 后面后尾板 这里打的焦 原厂的打的是比较均匀的 没有 如果你要修复后 换后尾板的话 那会有的 修复的很努力 比打的焦都没有那么均匀 而且打的也没有那么圆滚 可以再往这边看一下这个叶子板 这里可以看 站进去 看有没有进行过修复 没有的话 大家也可以把这个焦点再拉起来看一下 拉起来看一下 这些有没有进行过修复 如果有泵撞的话 这些修复出来的都会明显 很明显的有扯损的 这些都是没有的 都是圆圆长长的 大家就可以往下剔头看一下 后面的 从这里能看到后面的防重梁 大家后面的防重梁 螺丝有没有进行过裁卸 如果没有的话 那OK 这个车 后面也 不会有这大伤务 接下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车门有没有进行更换 车门的话 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看一下车门的螺丝 它有没有进行过摘线 或者扭动的行径 如果有的话 大家可以先 再来看一下这个 车门 车门的边胶的 是否圆润 如果它是拆下来喷漆的话 那OK 这个问题不但 如果是拆下来更换的话 这个边胶没有那么圆润 没有那么打得那么轻 这个胶 大家可以把这个门光的偏条 拉出来看 拉出来 这些焊点呢 都是比较轻轻的 都是 原厂的焊点 如果是手工做的焊点的话 它是 做不出这种效果的 大家看四个门都一样哦 都是先看完螺丝 然后没有问题再看一下边条 没有问题就 再排出焦条就来看 旁边焦条就来看 四个门都是 都是这么看了 大家有什么不懂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哦 但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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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